我想問一下小楊 你是初戀嗎跟他 不是 但我怎麼感覺你是第一次 談戀愛的女孩子的樣子呢 你卻挺牛啊 不僅打飯 咁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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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进改一改自己的公主病 好吗 祝福你们 像你们这样的一对 好像特热闹 即使遇上事情 说分就分 你马上要毕业了是吧 你们要分开一年对不对 如果还不做调整 随时就会分 日子还太长 爱得还太浅 你们会认为 嫉妒 动手 埋怨 代表着彼此深深的相爱 因为我在乎 对吧 但我恰恰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你们的这种所谓的嫉妒 埋怨和动手 恰恰是证明你们爱得还太浅 爱得深的人不会这样去做 你们说生气就生气 说动手就动手 做起直播来 爱就开始不顾及到你的感受 所以这恰恰是爱的钱的表现 爱得深的人应该怎么做 给对方的一定的自由 而对方也很珍惜和尊重对方 给我的这份自由 不滥用这份自由 这是一种尊重 所以还是那句话 爱不是放肆 爱是克制 如果为了不伤害对方 连自己的情绪都不能够克制 你说你们爱得会有多深呢 当然这也正常 因为你们还年轻 所以我说要做调整 如果你们要是一旦不做调整 在分开的这一年 如果你身边真的来了一个 你所想要的别人家的男朋友 对你百依百顺 你可能就会跟他说再见 如果在这一年当中 他身边出现了一个 给他自由的女生 让他轻松的女生 你就会被淘汰 所以这一年是多么 惨烈的考验 所以我对你们的建议就是 第一 要尊重这份爱 就要克制自己的情绪 给对方一定的自由 第二 日子还太长 不要抓得那么紧 其实尊重一个人 往往容易留住一个人 压迫的一个人太紧 往往在把他往外推 明白吗 姑娘 祝你们幸福 老师 这就是一个硬币的 两个面 一方面在你们这个年龄里面 你们谈出了应有的 爱情的这种轰轰烈烈 很好玩 也很美 很纯 但是另外一个面是什么 如果你们要长久的话 老师说你们要学会克制 其实克制是我们 一辈子都在做的一件事情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你这一辈子 要遇到太多的事情 内敛太重要了 你们慢慢就会明白 因为年轻没关系 所以老师们说的话 你们一定要想清楚 如果我们想长久 要拿一些方法 老师给了彼此的尊重 未来的一年 路很长哦 考虑好 考虑好 这个接下来就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刚刚老师他们也说了 就是要注意方式 我以后也会慢慢地 克制自己的情绪 同时也就是希望 你能够理解一下我 我希望你还能像 以前那样对我 然后跟身边的女生 保持一下距离 别老让我误会 然后有什么事情都告诉我 我也会改一改 但是你别做得太过分 要不然我 我也跟死下去 相信我一定会 控制自己的各方面 请亮灯 谢谢蓝维年轻人 请回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